- 字幕提供的字幕 - 字幕提供的字幕 - 可以 согom ARENCIA letter by Jesus - 很快要开始今天讲道 - OK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 - 讲道前的祷告 - 爵叔向你献上感谢 - 谢谢你招拒我们在这个地方 - 主要我们招拒在这里 - 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你 分别为圣的招汇 - 的教会 - 是一群被分别为圣出来的孩子 - 分别为圣的意思 - 就是上帝特别拣选出来 主要你预先定下 就招我们来 招我们来 还称母为义 称母为义 还叫我们得荣耀 主要当你招我们来 让我们顺服你的呼召 主要我们去该去的地方 不去不该去的地方 然后在这个疫情里面 安然地度过 主要是我们宣告 那个白日太阳不伤我们 夜景月亮不害我们 那五间病人 毒病跟恩行的瘟疫 都不能领到我们 所以有千人扑倒在我们的旁边 万人扑倒在我们右边 我们都不治妖 都不治愈到这些事情 保守恩宠教会的弟兄姐妹 完全在你的恩典里头 保守我们完全的平安 谢谢耶稣 主要预备 我们今天有请听耳 跟请听的心 我们定精你的复活 看见你的荣耀 谢谢你 主要来分别我像孩子的口 跟孩子的心 如同逆境作成 祝福这里每一位 奉神祷告 阿们 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讲 跟复活非常有关的 各样的东西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经文 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 我们请练 因为我们愉悦节的羔羊 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好 透过这个经文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 请问耶稣是在什么时候被杀的 预约节 因为他是预约节的羔羊 大家知道吗 预约节是什么 就是一个可以快 开心吃羊肉的日子 没错 我今天去看 那个以色列 以色列的公共假期 然后他们就是说 他们也跟台湾一样 他们跟我们一样 就是都是人类 都会去想 我请几天就可以联休几天 预约节就很像是 台湾的春节一样 它是有一个廉价的 然后呢 是从四月八号 星宜三开始廉价 一直到现在还在放 OK 然后呢 他们就来讨论 哪里的羊肉好吃 或者是怎样弄羊肉好吃 因为它烤全羊 你知道吗 然后 然后那个 如果一只吃不完 就零射一起吃 大家知道意思吗 OK好 所以呢 因为我们预约节的 高童基督耶稣 已经被杀献祭 所以主耶稣是在 预约节的时候被杀的 其实念愉悦节 因为为什么叫愉悦节 因为会让你很愉悦 因为主耶稣愉悦了 所以你就会很愉悦 好 我们继续往下面 一个经文念 五章八节请念 所以我们守着节 不可用旧效 也不可用恶毒 邪恶的效 只用诚实 真正的无效饼 OK 利用姐妹 这也就是因为这个经文 所以我鼓励 你领圣餐的时候 若是可行 请用无效饼 因为啊 这边就在讲啊 你看五章七节提到 月月节的羔羊基督 已经被杀 所以这边在讲 当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 为我们在月月节被杀 被献祭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 守着节 我们不要用旧效 邪恶的效 要用真正无效饼 简单说 你去拿无效的饼 然后纪念 让我们的生命 因着耶稣 我们已经不再 有那些旧效 我们不要有那些 邪恶的效 其实念教 我知道 可是我喜欢念效 因为我是一个孝顺的人 好了 没有了 邪恶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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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没有了 OK 好 所以只用诚实 真正的无效饼 所以呢 第一就是说 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如果是方便的话 请用无效饼 跟葡萄桌 或葡萄酒 对 但是如果不方便的话 你什么都可以领 你真的 只有面包有发酵 也没关系 你只有水 也没关系 重要的事情 就是定精耶稣 好 OK 这是领圣餐 顺便提到的 OK 这边提到 绝书是那用 为我们 钉在十字架上的 那个玉岳节的羔羊 为我们死 为我们被杀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守这个节 我们就要用无效饼 然后用诚实 真正的无效饼 所以让我们的心 真实的对着神 你就是诚实 真正的 对着我们的神 老实说你不开心 就不开心 你甚至于你现在 还有一些 生命中的罪跟软弱 你就是转向神 就跟神说 主要我就是这样 我现在就是这样 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知道你还是爱我 你懂我意思吗 不要装说 没这回事 因为神分明都看得见 就很像是 我们常举的例子 对不对 小朋友饭钱 不给吃糖 对不对 妈妈规定 可是他吃了 然后妈妈说 你不吃糖 没有 没有吃糖 没有 还是看得到啊 对不对 懂我意思吗 好OK 所以神都看得到 我们就是真实 也许你因为种种理由 你不能够跟别人说 可是你就是真实的 在神面前 主要我是这样 请你来帮助我 甚至于是 主要我是这样 我并不享受这件事 或是主要我是这样 我享受这件事 但是我把它交在你的手中 还是可以 你可以交给神的 好 我们就继续往下了 好 再来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是这样 你知道吗 我们刚才提到 今年2020年的逾越节 是4月8号星期三 的日落开始 从那时候开始放假 然后呢 在以色列 台湾没有 好 2020年复活节 是今天4月12号周日 你会发现一件事 刚才我们看川普那个影片 他们讲Good Friday 好的星期五 其实就是耶稣受难日 诶 奇怪 为什么逾越节是礼拜三 那为什么复活节是礼拜天 耶稣不是死了三天而已吗 那礼拜天跟礼拜三 何止差三天呢 好答案在哪里呢 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刚才提到了 刚才那个经文 其实告诉我们 起初的教会 初代的教会 早期的教会 是在霓上月14日过逾越节 就是逾越节那天过逾越节 为什么 因为圣经上说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早期的教会的 犹太人比较多 然后越到后面 当然犹太人比例比较少 比人类的总比例比较少 所以慢慢慢慢的 外邦基督徒越来越多 犹太基督徒的比例就越来越少 所以呢 纪念绝书的首男跟复活 本来是尼赞月14日的 逾越节 然后因为绝书是逾越节 搞得我们看到的那个经文 对不对 可是后来呢 发生了一件事呢 就是有一个叫做 尼西亚会议 公元325年的时候 他们就决定 我们不要再用犹太利了 因为绝书是礼拜天复活 所以呢 我们复活节 在每年的春分月圆后的 第一个新一天举行 听起来有点复杂 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新一天 没关系就是反正 你会知道复活节是哪一天 可是这边就造成一个问题 因为耶稣那个时候确实 他在礼拜五 礼拜五 其实严格说也是 星期四太阳下山 到星期五太阳下山 中间这一天的时候 被钉十日架 然后三日后在礼拜天复活 所以呢 圣经上提到 七日头一日 对不对 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哪一天 你知不知道 其实是礼拜天 因为圣经上的定义是 七日头一日是礼拜天 可是因为我们的中文 礼拜一 礼拜二 可是英文是Monday Tuesday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礼拜一 很多人就会以为 礼拜一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因为它叫礼拜一 其实不是的 礼拜天 你先做礼拜 礼拜一是过了礼拜的隔一天 懂吗 礼拜过了一天叫礼拜一 礼拜天 礼拜过一天叫礼拜一 礼拜过两天叫礼拜二 你会发现这叫做 以聚会那天为基点 然后往后加 周一周二 那你就没感觉 礼拜一礼拜二 礼拜三就有感觉 礼拜六就是 我已经六天没聚会了 太好明天可以聚会 懂吗 所以叫礼拜天 你会发现这名字 都很有意义 礼拜那一天 礼拜隔了一天 叫礼拜一 可是我们的台湾 我们的模式是 用礼拜一当 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但是其实 圣经是 礼拜天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所以这边就提到 所以耶稣确实在 七日的头一日复活 所以我们在礼拜天 纪念耶稣的复活 是没有错的 是对的 而且我们不是只有 复活节纪念 我们每一个礼拜天 都纪念耶稣的 为我死 为我复活 因为这是核心 你看十字架要挂在后面 你看我们 我们这次改位置 还重新打光 我们加强 我们把十字架的光 打得比我身上的光还亮 因为我之前上一个光 有阴影打在十字架上面 我说不行 所以十字架要打得比我还亮 所以你看我往后面越亮 好了 这不是重点 我只想告诉你 就是说 我们定经 耶稣基督并他 钉十字架 我不是拜那个十字架 如果你们哪一个人 给我拿箱出来 拜这个十字架 我就请你不要再来 没有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就是纪念耶稣的十字架 纪念耶稣基督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也纪念耶稣基督 为我复活 OK好 可是这边还是有一个问题 那如果他们定了 礼拜天要过复活节 那就会得往前推 那就是每个礼拜五 叫耶稣受难日 可是耶稣受难日 分明是逾越节 所以这就会卡住了 其实这也很正常 就很像什么 你国立生日跟农历生日 会同一天吗 每十九年才会同一天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你十九岁的时候同一天 三十八岁是同一天 后来就不会再有了 因为你只有三十八岁 不会再老了 好 感谢主 就是这样 对 所以无论如何 就是要知道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 这是不是什么 取代神学 当然我们要知道 让我们的基督信仰 回到犹太的根基核心 因为圣经 就是在犹太根基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 对 但是呢 我们还是欢欣喜乐的 无论是纪念复活节 或者是逾越节 或者是耶稣受难日 简单说 你就会发现 耶稣受难日跟逾越节 常常不在同一天 那没关系 反正那是立法的问题 不是立法院的立法 是太阳历 或是阴历月历的那个立法 OK 好 所以大家要了解说 你可能会看到这种问题 可是无论如何 多一天纪念耶稣也很好 月节纪念耶稣基督 为我死 耶稣状难日 纪念耶稣基督为我死 然后呢 每个礼拜天 纪念耶稣为我复活 就是这样 你不断地纪念耶稣为我复活 事实上是每一天 你领圣餐 你透过谢帆祷告 领圣餐抹油来祝福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你就是定金 比如说好 最近就有一个 我们真实的生活 比如说好 乡君牧师呢 那天他突然有一天 跟我说 我刚才我脚突然卡住 我刚才没有办法走的梯 他只能 比如说我们不是都这样走 他只能一只脚 一只脚 一只脚上去 刚好那时候我不在 然后他说 哦是这样 好那我们赶快联络 我们的就是 保养的一位老师 对好 然后呢 我们就跟他约了 急诊要去处理 因为不能这样 然后呢乡君呢 就约完之后 他就赶快领圣餐 然后定金耶稣 然后他看到耶稣被鞭打的时候 是有打到他的膝盖的 然后看完之后 他走下来 啪一声就好了 我没有帮他瞧 他这里没有瞧 就走路啪就好了 然后就好了 就可以走了 就这样 所以我跟你说 其实你要透过领圣餐抹油 让自己活在这里 因为真实的信仰 是真实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是好像 我选择相信 基督徒不是一群 我选择相信同女生 我选择相信一个政治犯 叫做耶稣死了 然后我选择相信他复活 不是 耶稣确实是一个政治犯 因为他在政治上被杀 没错 他其实不应该被杀 可是耶稣不是只是一个政治犯 耶稣也不是只是一个拉比 一个老师 或是一个精神领袖 或者是一个苏格拉底 柏拉图那种人 或是孔子 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弥赛亚 你要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是救主 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 跟生命的主 相信他为你死 为你的罪死 为你复活 你就会得救 如果你只相信历史上 耶稣这个人 是不会得救的 你知道绝大部分的 应该是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 都相信有耶稣这个人 真实的存在 那不叫信耶稣 信耶稣是 相信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主 跟生命的主 赦免你一切的罪 接受他为你死 为你复活 这是真实发生在历史上的 犹太历史学家 约瑟夫斯 他自己也写出了 他不是基督徒 他是犹太人 他跟罗马军团很好 他却说 那群叫做基督徒的人 一开始跟着那个拉比 那个拉比 被丁十日价死了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 他们开始说 这个拉比死而复活 然后他们开始奋勇 然后变成 一个很大的 他们认为是犹太教派 一个很大的犹太教派 然后越来越多人 然后他们甚至于 可以为他们这个 相信而死 这里面有一个逻辑问题是 如果耶稣的死 耶稣的死 大家都相信吗 因为历史上 问题是耶稣的复活 很多人不相信啊 为什么要纪念复活节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其实等一下会来 开始来剖析这个问题 耶稣死就好了 耶稣会有罪死就好了 耶稣根本要复活 其实等一下来讨论这件事 好 那我们先来讲 前面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一个经文吧 哥林多前书15章 14到16节请练 好 所以你看哦 圣经上自己说的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 就不用传了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就不用完了 死人没有复活 基督就没有复活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经文 哥林多前书15章 17跟19节请练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突然 你们仍在罪里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所以你知道吗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信便是突然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吗 这就是圣经的 自我毁灭装置 什么意思 你们看那种那个 做那个战舰 或者是什么那种片 都会有那个 怕敌人入侵 然后有一个自毁装置 对不对 如果基督真的没有复活 前面提到 就不用传啊 传是枉然嘛 对不对 不用传啊 对不对 后面提到基督没有复活 就不要信啊 信是突然啊 懂意思吗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真的不用信了 这边声音上说的 不是我说的啊 对不对 如果我们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比众人更可怜 你懂意思吗 真的超可怜的啊 我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 我们世上要受很多逼迫的 有还是有 属于你的苦 有的 还是有 我们还是有自己的十字架 恩典福音 恩典真理 不是告诉你 所以从此以后 你都没有属于你的苦难 有 我们还是有 从主杯的十字架 问题就是 93% 圣经里面的十字架 93%都在说 耶稣的十字架 只有7%在说 你的十字架 所以我们教会 不会没事就在讲 我们大概按照圣经来说 我们应该只有7% 在讲我们的苦难 剩下的十字架 93%都是 耶稣的十字架 所以我不能讲太多我们的苦难 不然超出名额 对不对 等下8% 等下人家8% 牧师里8% 对不对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只能讲7% 好OK OK好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突然 刚才你们想到一件事 那个犹太历史学家 约瑟夫斯说 那群人很奇怪 他们 耶稣 他们传了 还有其他的 那个同时间的一些 一些记录 就是 他们认为 因为彼拉多 他们就是对外说 他们门徒 趁那个 兵丁睡觉的时候 把耶稣的身体偷走 声音上也有记 对不对 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今天如果是 比如说 因为最早去看的人 是玛利亚 然后再来是 约翰跟彼得 好 假设他们三个 或者是约翰跟彼得 他们两个人合力 把耶稣的身体扛出来 那他们就知道 这是假的 对不对 他们就知道 耶稣复活是假的 对不对 那只是为了 要做宗教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最少最少 就算只有这两个人知道 彼得跟约翰 那你会为了 你自己所制造的 假的谎言 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其他人可能会 对不对 可能多马 很多疑 可是我觉得 我是相信彼得 跟约翰的人品 他们不会做这种事 所以多马可能会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 安德烈可能会 对不对 雅各可能会 对不对 但是 最少彼得跟约翰 他们不会 可是你却发现 圣经后面记载 约翰跟彼得 他们两个人 他们去传福音 然后他们却大有胆量 人家说 你们不是没有学问的小名吗 圣经里面是有小名的 无学问的小名 你去查 真的使徒经算 无学问的小名 所以懂我意思吗 你怎么会 你自己做了一个谎言 然后那个谎言 还可以激励你自己 那这个人就有精神问题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骗自己 把自己骗到 自己都相信了 是有这种人 可是通常就会有精神状况 所以 可是你去看 如果说是这一群人 核心的十二门徒 当然犹大使 十一门徒 后来选一个马提亚 然后再加上那些 那几位 跟随耶稣的女性等等 大家一起做了这个谎言 好 那是不是 他们不可能 他们不会为自己的谎言 去牺牲生命 懂我意思吗 他们生命 为什么 有一个时间 原本他们是 连任耶稣都不敢 三次不认主 然后都逃光了 除了约翰之外 门徒们都逃光了 然后某一件事发生 都之前开始放胆量的 牺牲自己生命的 要为耶稣献上这一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有一件 很特别事突然发生了 否则他们怎么敢 他们怎么愿意 对不对 还是他们说 好 我们从今天开始 就讲好了 从明天开始 我们要放个发分 因为我们对外说 这个身体已经复活了 那我们该把耶稣的身体 藏在哪里 所以不用跟人家讲 从今天开始 我们明天要发分 这样有用吗 你每次说我要发分 你也说从明天开始 你知道吗 好了 减肥这件事好 减肥这件事就是这样的 减肥总在吃完饭之后开始 从吃饭之前结束 是不是 我要发分 我要发分减肥 然后每次来 没关系 下次再来 明天再减肥 是不是 你连减肥都没有办法发分 你可以发分 减肥只是减掉肉 那个是发分 要牺牲生命 你是做得到 彼得跟约翰也跟你一样 是一般人 可是如果耶稣复活 这就说得通 这是逻辑问题 你懂吗 你知道历史上有多少人 我之前看了一个什么 一个剑桥的律师 然后跟一个记者朋友 他们退休了 他们说 我们现在要做人生 全世界最伟大的 剑桥还是扭金 没关系 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来推翻基督教 我们要从历史上 要从证据 要从考证各种角度来找出 其实耶稣根本没有复活 就可以推翻基督教 他们去做了 结果这两个人 原本是不相信 越查越相信 到最后他们大 还出了书证明耶稣复活 这是真的啊 不然你以为我傻 拜托 我不想要礼拜天睡觉自然醒 我想啊 问你是耶稣复活 我不可以啊 你们可以 我不可以啊 好啦OK啦 现在直播的 我还是鼓励你不要睡 好不好 讲到这么精彩 可不可以 现场我不会让你们睡的 好OK 所以事实上 你从很多旁证证明 耶稣复活 不然他们为什么 突然改变了 还有耶稣复活 为什么因为预言 有说他会复活 还有后面 等一下会给你看 其他证据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史图行传二章二四节请练 上帝却将死的痛苦 解释了 叫他复活 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你知道吗 上帝把死的痛苦 解释了 天父 因为从魏格来说 其实耶稣也是上帝 但是圣父圣子圣灵 都是上帝 都是神 但是我们这边讲的 其实是天父 天父或是圣灵 天父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这个解释不是 我给你解释了 那个解释 是释放了 这就是我们和尔本的翻译 这个解释不是 解释一件事情 是解开释放了 OK好 所以上帝将死的痛苦 解释了 让耶稣复活 因为绝书是不能被死囚禁的 为什么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耶稣有没有罪 没有罪 所以他不会 他不会真的被死囚禁 可是因为他背负我们的罪 所以他必须死 可是他可以复活 因为他没有犯罪 懂吗 好 所以呢 前面这个经文也提到 这边提到 你们的信变是突然 你们人在罪里面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人在罪里面 为什么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人在罪里面 不是耶稣就在实际上 为我背负了一切 只要耶稣为我受刑罚 我就没事了吗 可是为什么没有复活 我们人在罪里面呢 其实是这样 我们来说明一件事 我们之前举过这例子 我们再来说明一件事 假设小民犯了很严重的罪 然后呢 他去祈求国王 国王 我真的是不小心犯这个罪 比如说过失杀人或等等 请你原谅我 国王说 我怎么可以原谅你 我是公义的王 不然这样好了 因为他是国王 国王说了算吗 你找一个人能够替代你被关 为你关这二十年 我就让你不要被关 小民真的找到 然后呢 小民的好朋友就被关了 然后关了五年之后呢 小民自己在街上走 他会不会突然间觉得 哇 哪一天 那个国王改变心意 说不行 你朋友不能帮你关 换你进去关 他只关了五年 还有十五年 怎么办 小民会不会有这种担心 会对不对 好 又过了五年 老国王死了 新国王继位了 小民更担心了 哇嘞 老国王是一个恩典的人 新国王 谁知道他会不会很严厉 而且他翻一翻以前的规则 如果他看到 有人帮我关 虽然他爸爸同意 他可能不同意啊 那我是不是很危险 那我现在被抓进去 我是不是还要再关十年 对不对 小民也很担心啊 对不对 还好这新国王 也是一个很有恩典的人 而且听他爸爸 他爸爸决定就讲 就在又过了 好 已经到了第十九年 小民就觉得 再一年 再撑一年 只要我那朋友被放出来 放出来我就没事了 因为一罪不两罚 对不对 就是国王也不能 我看你不爽 把你抓进去关 那叫暴君 那他的国王 国位就没有办法持久 可是这是一个公义的王 公义的王国 OK 然后到第十九年的 最后一天 到快要隔一天 就二十年的 小民就充满了感谢 Oh yeah 明天我朋友出来 我要去接他 然后他朋友住 他去接他 然后他 他拥抱他 谢谢你 真的太够 一直二十年来 真的太感谢你了 然后呢 我也帮你 我也照顾你家人 连你老婆都生小孩了 不是 没有啦 后面都在开玩笑 你老婆都生小孩 这真的不大好 对对对 没有你们不要想太多 那个这个国家很有爱 定期是可以让老婆 跟先生 那个互动的 不然的话 就会绝后 对不对 不是小民 让他生小孩的 好 OK 然后小民就说 我有照顾你太太 我有照顾你孩子 我有照顾你爸妈妈 然后谢谢你 然后这是 那个我的感谢的钱 之类的 好随便 那个是他们国家可以 我们国家不可以 OK 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的朋友被放出来 小民隔一天 二十年再隔一天 隔两天 隔五天 他走在街上会不会怕 不用再怕了嘛 对不对 新国王说 我要把你抓去关 嘿什么 那个已经不关二十年 你爸爸说二十年关完 他帮我关完就没事 你怎么可以 就不会被关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耶稣如果没有复活 耶稣为你的罪死 他一直死着 一直死着 一直死着 他没有复活 你燃在罪里面 那个罪不是说 你的罪没有得赦免 而是你就会觉得 耶稣为我被复罪 死在实际上 我会不会不够 全世界的人归在他身上 我罪那么严重 会不会不够 搞不好我超过平均值 那我要不要多关一点 对不对 你都不晓得 其实你不一定超过平均值 因为有那种超坏的 有没有 好啦OK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重点不是 平不平均值 罪什么平均值 罪有大有小 也许有平均值 可是这不是重点 不是因为你小罪 就不用被赦免 不是因为你大罪 就不能被赦免 没有人败坏到 神不能赦免他的罪 也没有人好到 能够靠自己的行为称义 没有人能够好到 靠自己称义 也没有人坏到 不能靠神得救 OK好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耶稣必须复活 因为耶稣复活了 耶稣从罪 就是这个经文提到 好 上帝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就是说将死的痛苦释放了 叫耶稣复活 所以他不能被死举起 当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而死 而死 没有了 好啦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掉了 但是呢 因为他自己又是没有罪 所以他可以死而复活 所以他复活了 他被放了 就很像我们刚才说 小民的朋友被放出来 所以小民就不太惧怕了 懂了吗 听懂意思吗 听懂点个头好不好 好 谢谢 懂意思 所以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复活 耶稣不是死了就好了 死了你会觉得 死那么久是不是不够 那该不会我会也有事吧 就很像他朋友被关了 他会觉得该不会我也要进去吧 对不对 所以耶稣必须复活 而且耶稣复活跟你超有关系 因为耶稣能够复活 那你现在的罪 是不是都背在耶稣身上 那你是不是成为无罪了 那无罪的人会怎样 死不能拘禁你 上帝将死了痛苦解释了 叫他复活 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重点是你所有的罪 耶稣在实际上为你背负了 所以你也没罪了 对不对 那所以你不能被死拘禁 对不对 所以你也可以复活 懂了吗 为什么你可以复活 因为罪被解决了 没有罪的人 死不能拘禁他 了解了吗 有没有看过那个纳尼亚传奇 后面就有演到 亚斯兰那个狮子 为他们死 为他死 可是后来复活 就是这样 一样的意义 如意失血的 好OK 我们去往下看 好 罗马书四章二章节请念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所以从这个经文 你就越发了解 我们犯罪 所以耶稣被交给人 钉在十字架上 对不对 可是耶稣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 称义的定义是什么 大家记得吗 我们常提到 我们在法官 在法院 然后呢 不是有一个那个敲 对不对 然后法官最后要判决 他会敲下去 被告 无罪 被告无罪 是讲完敲 还是敲完讲 被告无罪 敲 对好 就是落锤 就敲定了 对不对 被告无罪 敲下去 这个无罪 其实就是称义 很多时候 他们在希腊文的法庭 里面用称义这个词 就会在法院上面用的 被告称义 被告无罪 所以你懂意思吗 当耶稣复活了以后 就很像小民的朋友 走在街上一样 所以耶稣复活了 所以你就被称义了 你不用再担心 你被抓进去关了 懂意思了吗 OK 所以我们今天把复活的意义 讲给你听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如果没有复活 信就是突然 就不用传了 所以相同的 如果耶稣复活 我们被称义 我们就是义人 所以我们的福音 从这样来推 我们要传的就是 我们被称义 我们是义人的福音 没错吧 我们要相信的就是 信就是突然 那我们现在如果不突然 我们就要相信 我们被称义 我们是义人 没错吧 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 我们有逻辑 是反推出来的 对不对 既然如果没有复活 那信就是突然 然后传也是枉然 可是你既然有复活 我们就被称义 那我们就去传称义的福音 我们被称义 我们是义人 不在乎你的行为 你就是义人 你不是绿豆 你就是义人 因为耶稣为你而死 好 我们来讲一个笑话 有点恶 但是其实是一个 很好记得笑话 有点小明跟他女朋友 在谈恋爱 然后呢 他女朋友就躺在小明 他们坐在椅子上 然后躺在公园 然后呢 他女朋友就躺在 比如说好 躺在这里 她的头在这里 她的女朋友躺在这里 然后这样躺着 然后呢 他女朋友就说 小明 你愿意为我而死吗 然后小明就 很震惊 然后他女朋友想 哎 该不会 其实也不对啊 我怎么可以要求人家 为我而死呢 我真的觉得 赛乃就赛乃就算 可是这太夸张 我怎么可以问他 这种问题呢 怎么可以说 你要不要为我而死 然后小明 然后小明就说 你确定要为你而死 然后他女朋友说 对啊 如果你愿意 小明说 好吧 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我也愿意 然后就 懂意思吗 听得懂动作吗 小明听成 为他吃而死 不是小明 为他而死 这是小明 可是耶稣 是为你死亡 为你而死 好 OK 小明 为他女朋友 吃而死 好啦 OK 所以每次 瓦尔多要记得 耶稣已经为你死了 我们要用我们生命中的 每一件大事小事 来纪念耶稣 你吃饭的时候 要想到耶稣为你 因为我们不吃饼 我们比较少吃饼 也是会吃饼 你吃饼要记得 吃饭也要记得 你喝水 喝葡萄酒 喝什么 都要纪念耶稣的保险 然后你瓦尔多要纪念 耶稣已经为你死了 了解 然后不要为人家吃而死 好 OK 这就是感谢耶稣 我们继续往下 所以耶稣复活了 所以我们被称义 我们是义人 无关乎你的行为 只关乎耶稣做成的工作 好 继续往下 好 希伯来书十章 十到十一节的经验 我们凭这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OK 好 这是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是写给 犹太基督徒的 但是他们是透过 从旧约的角度来看 所以他起到很多旧约的东西 但我们外邦基督徒 也可以好好学习的是 我们凭着天父的旨意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旨意 我们靠着耶稣 总而言之就是 主耶稣只献上一次 他的身体 但我们定一次十字架 为我们复活一次 我们就得以什么 成圣 有没有看到成圣 成圣 成圣哦 你成圣了 我成圣 我长这样成圣 我以为很圣吗 圣下来的圣 还是圣经的圣 是圣经的圣 还是圣下来的圣 你是圣经的圣 你是圣 因为你是圣徒 你不是圣下来的人 好不好 你不是圣下来的学徒 你是已经圣洁的门徒 圣洁的信徒 圣洁的使徒 OK 那我哪里成圣 因为主看你成圣 圣经上说的啊 你觉得你自己没有成圣 没错 你觉得 那是你觉得啊 神说你已经成圣 已经成圣 后面还说已经完全了 所以有人说 我们基督徒没错 我们已经成圣 可是我要走成圣的道路 问题是圣经上的成圣 说你已经成圣啊 就是说 别人叫做身份 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 所以你已经成圣 已经成圣 已经完全 神看你是这样 你已经有这个身份 可是你能不能活出来 是另外一件事 你问题是 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 所谓在人面前成圣 跟在神面前成圣的差别 神看你已经成圣 成圣完全 等一下都有经文 但是人不会这样看你自己 你是不是人 是 所以你不一定这样看你自己啊 可是你要训练 让自己这样看自己啊 懂吗 你要看自己是被神爱的 是成圣的 是成圣的 是完全的 但是你又要活出 这个本来就有的身份 我们常常举这个例子 我们就再举一次好不好 乞丐王子的故事 对不对 就是呢 有两个王国在打仗 然后呢 有一个王子就被掳去了 在小时候 然后呢 打完仗之后 这个王子也就被 就逃出来 然后他逃在 他逃在敌国的民间 在任何一个地方流浪 然后他就加入一群乞丐 OK 然后就靠乞丐 吃东西活下来这样 然后呢 打完仗之后呢 两个国家就要开始谈和平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国王呢 就很大胆地去敌国 要去跟他谈 谈合作 对不对 可能已经谈完了啦 反正就去 可能签约或什么 然后在路上呢 他 他骑着马 他突然一眼看到 那不是我儿子吗 那不是我女儿吗 他一眼就看出来 因为他很爱他嘛 他马上把这个孩子 带上来 然后之后 当然做完事就回王宫了 OK好 记得这几年来 这个孩子 这个儿子或这个女儿 他都是不断地 偷人家的食物吃 因为他要偷东西 打仗嘛 一定没东西吃 偷东西才能够活下来 然后抢别人的食物 OK 所以他回到家中 他当然被恢复了 王子或公主的身份 他有这个身份了 他的父王也是这样看 他是王子跟公主 可是 他自己有没有活出这个身份呢 他平常习惯了 偷人家的食物 偷人家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一群吃饭 他跟他哥哥姐弟弟妹妹在吃饭 好 然后呢 因为国王嘛 所以他们用金 金的盘子 赢的餐具 刀叉 然后呢 他正在吃的时候 就会赶快收起来 就偷那个刀叉 连盘子都想收 好 OK 然后旁边的仆人又觉得 这王子怪怪 这公主怪怪 他想要 刀叉 跟我拿嘛 我们又洗干净的 要干嘛把那个 脏脏的拿回去啊 好奇怪 四号 想算了 那王子公主就不要管他 不好意思管他 因为他是 他是竹子嘛 少主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后来他的房间又堆了一堆 用过的餐盘跟刀叉 都堆在那里 发臭 OK 他以为这是他的安全感 因为他不曉得 他会不会又被赶出去啊 他会不会觉得 他行为做不好 他就被赶出去 父王的家 对不对 所以他以为 那个餐盘那些东西 可以保护他安全啊 可是直到有一次 他爸爸跟他讲说 哎孩子 你这个四号 我们能不能处理一下 你要我现在请仆人 我整套的 最好的 洗的干干净净 帮你用一个陈列柜 放在你房间 你喜欢我就给你 好不好 你不要用这种脏的嘛 不准人家拿走 然后他结果才发现 原来父王不是看他的行为 爱他是因为他的身份 他平常还抢他哥哥的食物吃 拿他妹妹的苹果吃 然后打他弟弟 抢他的巧克力 可是他都 因为他们都知道 他们在这个痛苦里 他过去乞讨 所以他们都原谅他 后来慢慢慢慢他发现 原来我有这个身份 是确定的 你就是神的儿子 就是神的女儿 在神的国里面 你就是神的公主 神的王子 所以你不需要 做那些行为 这个人慢慢知道 所以他开始改正 他不用再偷那个盘子 因为他想要他 所以是有 懂吗 这就是我们说的 你已经有这个身份 你有王子跟公主的身份 你有神儿子跟女儿的身份 神国度里面的 王子跟公主的身份 问题是神已经看你成圣 已经看你成 已经看你完全 父王是这样看你 问题是你有没有活出来 你有没有吗 你没有没关系 你还是有这个身份 可是你活出来 比较配得上你的身份 懂了吗 一个王子 每天在那边偷盘子 仆人都在笑 还发臭 然后你把那个发臭的东西 拿来当你的安全感 那是没有意义的 懂吗 你本来就有这个身份 了解 我们就继续往下 其实就很像是 声音上提到 大儿子跟小儿子 小儿子是浪费资产 大儿子是活在律法里 根本不知道 其实这一切是他 他可以花用 小儿子回来 爸爸宰一只肥牛犊 然后呢 大儿子说 我平常连一只小羊 都不给我吃 他爸爸说 你干嘛不吃 全部都你的 你自己不吃 我怨你不爱吃 懂意思吗 你可以去享受 那一切的根神药 你缺什么就跟他说 你就跟他说 你缺袜子的话 不用你就去买 然后跟 有些人会说 主啊主啊 我现在一双袜子 都祷告了很久 除非你真的那么缺钱 否则 袜子这种事就去买吧 跟上帝 求你真正需要 生活上的东西 也不是求 就是跟上帝说 他是你的父母 他是你的父亲 事实上 他也充满了母性的爱 就跟他讲 让他来为你成就这一切 所以你已经成圣 已经成已经完全 但是我们也慢慢活出 我们已经有这个身份 了解吗 OK好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指 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所以你已经 耶稣是不是已经 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耶稣是为你死 为你复活 所以你已经成圣了 然后后面提到 在旧约里面 祭司天天站着 事奉神 线上一样的祭物 祭物是不能除罪的 所以以前杀牛 宰羊 没有除掉罪 只是遮盖了一年 或是遮盖内建 不同的祭 懂我意思吗 所有的罪是 很像信用卡 你签名 并没有付钱 钱是到月底 结账才付的 然后呢 在旧约里面 是所有的那些牛 跟羊 都很像信用卡 然后什么时候付 耶稣在十家上面 一次付清 所以圣经上有提到 他除去前约的罪 了解 所以呢 那现在已经付了 耶稣是超额负担的 两千年前已经付了 现在你的罪 他都已经付了 了解了吗 你有没有遇过那种事 你的信用卡 比如说你的额度 只有三十万 你出国 你可能要谈生 你需要五十万 甚至要一百万 那你就跟信用卡 来讲 信用卡帮你提升了一点额度 可是还不够 还有一个方法 你知道吗 先把钱汇进去 你是在信用卡 这个功能吗 很少刷这么多 你如果需要 一次刷一百万 你额度只有三十万 你就会七十万去银行里 之后就可以刷一百万 是有这个功能的 耶稣已经一次 会了全部 你的罪性的所一切 所以你现在犯的罪 已经被支付了 了解了吗 了解了吗 好 大家知道 失败为什么 成功之母 对不对 所以正成功的妈妈叫做 正式失败 没有 没有 就是叫失败 好 那大家知道 什么是成功支付吗 把你手机拿出来 逼一下 上面就会写成功支付 奉献的时候 就会看到成功支付了 你懂吗 那个支付啊 逼 成功支付 听不懂算了 好啦 就这样 你可能很少用 那个QR Code付钱 OK 继续往下 好 欺负还书十章 十二到十四节起 但基督献了一次 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耶稣是不是献了一次 永远的赎罪祭 还是他每年要再死一次 我们每年都可以去耶稣山 你看耶稣死亡秀 然后耶稣复活秀 你以为是拉斯维加斯 没有 耶稣只要两千年前 当然真正的时间 不是整两千年前 反正就是将近两千年前的 永远的赎罪祭 献一次 就只要做一次 必其功于一意 做一次 就完成了 是永远的赎罪祭 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 天父的右边坐下 然后这边提到 他一次献祭 便叫他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你是不是得以成圣的人 前面提到 上一个经文 得以成圣 第三行 得以成圣 就得以成圣 对不对 后面又提到 得以成圣的人 还永远完全 所以你已经被神 看为成圣 称义 永远完全 神经上说的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耶稣是否已经 献祢之祭了 永远的祭 对不对 所以他看你 你已经成圣 而且你永远完全 没错 你照镜的时候 并不觉得自己 永远完全 你看自己的行为的时候 并不觉得自己 永远完全 可是神已经这样看你 所以你要往那个方向去前进 可是做不到 你还是有这个身份 懂意思吗 你知道吗 简单说我们举个例子 就很像是 你会发现那种 小朋友才刚会画画 或是刚会写字 或是刚会画图的时候 他就画了一个东西 然后说是爸爸 然后说 哇你看 我儿子画得好像哦 爸爸 结果就是一个头一根 这样子 对你懂吗 然后就到处 爸爸到处拿去给人家炫耀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这种爸爸 还拍照强迫你 FB一定要按赞 你干嘛不按赞 我儿子画我 都不一个圈一条 好不好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 然后还说 你看我儿子这么有 艺术天分 你看太棒了 然后说 这样叫艺术天分吗 可是你懂吗 这就是父亲看你 如果那个儿子知道 他把这种东西给 在网路上被公告 他长大了 他可能会很痛苦 懂吗 你可能觉得自己不够 可是神就是这个父亲一样 他已经看到你已经成圣 成已经永远完全 他还在说 哇你看 黄巨星那个讲道 现在是成圣完全永远 我说 这样也成圣完全永远 可是神就是这样看 懂了吗 这就是那个 天父这样爱你 耶稣这样爱你 圣灵这样爱你的真意 了解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神 好 十架七言 大家知道什么是 十架七言吗 有十个架子讲了七句话 不是 是耶稣基督在十架上面 讲了七句话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好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四节请念 耶稣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主耶稣在世间的最后七句话 你在十字节讲的话 应该很重要 对不对 你还是说你十字节说 我跟你说 隔壁那个老王 他穿的衣服好丑 你死前会说这句话吗 还是 我跟你说 打电话去电视台 跟他讲 那个女主角的衣服不好看 你死前会说这句话吗 有一些可能追剧很严重 我现在也来不及看了 你可以把那个 完结篇烧给我吗 有啦有这种啦 好啦 甚至另外一件事 没有烧给你这件事 我们不用烧 你就是直接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很思念你的家人在天堂 你就跟天父说 也许神让你梦到 或者是说 绝书你可以帮我跟我爸说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绝书在天上 你不能直接跟你爸说话 如果你爸在天上 对因为他基本上听不到 可是你可以跟耶稣说 耶稣可以帮你转达 而且我相信他很乐意 就把我跟我爸说 他欠我两百万 不是 这两件事 OK 好 如果你很想 但是其实你不用 然后有可能神就是 用一梦一乡让你看见 我事实上就 也有从一乡看见 我的家人什么的 好 比如说我表姐 之前过世 我们不是带她身体 她的遗体去 祷告死而复活 结果她身体有了温度 然后只是最后灵魂没进去 今天没时间讲这个 前几天她又过去 我就去她FB看 就有点难过 我就跟上福地讲 可是我又想到 神之前给我看到 医生我表姐在天上 我就好多了 所以尽管跟天父说 你的目标对象不再是 你天上的爸爸妈妈 或家人或朋友 但是你可以跟耶稣说 耶稣可以为你做这件事 觉得说我很想我爸爸 请你来帮助 我很想我妈妈 请你来帮助我 耶稣我很想 众乐透 请你帮助我 也可以啊 你就是求啊 但是不一定都会成就啊 对不对 不然每次乐透都 教会重光了 你懂意思吗 如果是的话 那我还要说奉献干嘛 好了 这不是重点 OK 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这是耶稣的 在实际上的倒数 第七句话 第一句话 OK 父啊赦免他们 所以你会发现 耶稣在实际上 很重要的宣告出一件事 就是我们已经被赦免 即便钉耶稣十字架的人 耶稣都跟父说 父啊赦免他们 连现在正在伤害耶稣 咚咚钉进去的人 耶稣说赦免他们 所以这就是一个赦罪的福音 无关乎你的行为 那些钉耶稣人的行为 多么差啊 耶稣说赦免他们 他们已经被赦免 更何况是你 你有真的拿钉子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吗 你没有做这件事 但是你的罪确实把耶稣钉在十字架 可是耶稣还是说赦免他们 所以你已经被赦免了 你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 这是福音的核心嘛 对罪得赦免 对不对 耶稣七句话 第一句话 你要活在这个身份里面 你被赦罪了 你是义人 你现在已经被神看为 不算你有罪 神不算你有罪 神看你是义人 你已经被神看为 成圣称义跟完全 好 十字架七言的第一句 好 第二句 好 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请念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耶稣我们有一个囚犯 有一个一起被钉的说 主啊 主啊 你德国的时候请纪念我 我不会再说耶稣去德国的事了 好 耶稣没有去德国 好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他那个受伸耶稣为主 而且他知道耶稣是无罪 他相信耶稣 他接受耶稣基督是主 他挂在上面 能够被钉十字架 都是很严重的罪 所以他的罪很严重 然后呢 可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说 你今天跟我要一起去乐园哦 是什么意思 他的罪都被赦免了 他可以一起去乐园 请问这个人有任何弥补吗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可能假设抢银行 他有把他抢来的钱还银行吗 没有 假设他可能是强奸人家 他有去跟他伤害的人 认罪道歉 跪求赔钱吗 没有 他被钉着 他没办法 可是耶稣说 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 什么意思 你真实的接受耶稣 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 相信他为你死 为你复活 他 这个人有个优点 他不用相信耶稣 基督为他死 因为他们一起死 他在旁边 对不对 可是他相信耶稣 基督为他死 而且他说 你德国的时候要纪念我 代表他相信耶稣会复活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在乐园里了 他达到这个冲要条件了 所以冲要条件 没有弥补那件事啊 如果你欠人家钱 一直没还 你还是要还啊 但是你欠人家钱 一直没还 这个罪可以先被赦免啊 懂意思吗 知道意思吗 所以 这点也在告诉你 恩典是什么 福音是什么 就是只要你真心相信 你就去乐园啦 就去天堂啦 了解 这是十价七言的第二个 来看第三个 约翰福音19章26到27节 请练 耶稣说 母亲 看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从此 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 好 耶稣说 母亲 看你的儿子 就是说 妈妈 你看 那个是你的儿子 耶稣在十价上面 旁边有 约翰跟 玛利亚 还有一些其他人 然后耶稣就对他妈妈说 母亲 看你的儿子 看那个是你的儿子 看 你的儿子 然后又对那个门徒说 看 你的母亲 懂意思吗 大家不要想歪了 好不好 好了 又对那门徒说 所以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 耶稣在十价上 他第三句话 他却顾念的是他的妈妈的需要 可能约翰也很需要妈妈的爱 对不对 所以其实神顾念你生命中的需要的 前面先赦免你的罪 然后告诉你已经被成圣称义完全 就算被钉在十价上的那个强盗 那个人 那个犯罪的人 他也能够去乐园 更何况是你 只要接受就可以 对不对 而且你要有一本很清楚的圣经 告诉你真正的福音救恩是什么 对不对 他那时候还没有 对不对 但是他就相信了 就得救了 OK好 母亲跟儿子 所以呢 简单说 他妈妈的生活需要 他妈妈需要被爱 好 约翰需要一个母亲 陪伴他等等 也许 懂我意思吗 这一切 神都在乎 他在十价上承受那一切的痛苦 耶稣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 被钉在十价上 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 十二点的时候开始天地都黑暗了 三个小时到下午三点 然后耶稣就走了 OK 然后呢 这这么久的时间里面总共说了七句话 为什么 因为很痛苦 你知道吗 我们上次算过 对不对 十字架被钉 重点不是被钉很痛 而是你被钉上去 你看两只手这样钉 然后脚这样交叉 这样钉过去 你只有三个支点 所以呢 无论你体重多重 越重越严重 好 你体重很轻很重 你的身体都有一很重的重力 把你往下压 对吧 就绝对没问题嘛 对不对 把你往下压 然后压下去的时候 你的肺就被压着 你没有那种被压着 然后呼吸过 有没有这个经验 你趴着睡觉就好 你就会觉得呼吸比较浅 可是这不会不舒服 对不对 你有没有那种 嗆到过的经验 或什么 嗆到很痛苦 对不对 他每一次呼吸都比嗆到更痛苦 每一次都嗆到的概念 你有没有很严重 那种被食物嗆到都快走 那种感觉 他每一口都是那个感觉 因为他就是被压着 然后呢 很痛很痛很痛 然后被压着 然后压着的时候 氧气耗尽了 在身体面积 然后他要吐出来 怎么吐 吐的时候要撑 用脚撑 撑起来 用手撑起来 撑开 让你的肺扩张 才能够吐出那个氧化碳 然后吸气 那撑的时候 是不是伤口又裂开一次 脚又瘦一次 所以不是被钉痛 是每一次都跟钉一样痛 好 当你很痛的时候 你呼吸会不会很急促 你不想呼吸 你想我不要呼吸 我死了算了 我当他痛 很痛 我不要 不行 你的身体会强迫你呼吸 你有这个机制 对不对 你有没有办法憋死自己 你有没有办法 你不要用任何东西 就这样停止呼吸 憋死自己 不行 人类做不到 你的身体的机能 会强制你呼吸 对不对 所以十字架 这东西是强制你 把自己再撑起来的 你身体里面 活下来的东西 好 假设 因为很痛 很痛会不会呼吸几处 大家知道生小孩 那个拉梅之呼吸法 请问多久呼吸一次 你知道这不是金鱼 拉梅之呼吸法 真的有用 不只是生小孩 你很痛的时候 拉梅之呼吸法都有用 我有试过 我上次那个 瞧那个我骨头跑掉装 我就 真的有用 真的有用 好 两件事 好 继续 所以你很痛的时候 你假设每十秒呼吸一次 一分钟是不是六次 对不对 好 那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 有几个小时 六个小时 对不对 六个小时是不是三百六十分钟 三百六十分钟乘于六 一分钟六次是多少 六三十分钟 快两千次对不对 超过两千次对不对 所以耶稣要 为你这样这样这样两千次 这才是十字架的痛苦 你知道我的主 我们的主 一起为你承受这些 不是只丁痛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 耶稣把自己灵魂交给主 他死了 然后其他两个还没死 所以其他两个 十字架 如果能够早点死还好 就是要承受这些痛苦 他们还没死 所以他们就 他们就把他们的大腿打断 他们把他们的腿打断 打断腿之后 就撑不起来呼吸 然后就会自喜而死 可是耶稣因为已经死了 所以他们不打断他的腿 光这件事也是一个神迹 之前 以赛亚书就预言 他的骨头不会被打断 可是所有十字架的人 大部分都会被打断腿 可是耶稣却不会被打断 因为耶稣不是被他们杀 耶稣是自己把灵魂交给天父的 懂意思吗 等一下会看到 所以你知道主为你承受 他压在那里 他其实可以 好我现在就要把灵魂交给天父 我太痛苦 可是他想到 他想到你的罪 他想到你昨天 你做了那件事 他想到你长久以来那个罪 不行 我要再承受一下 然后撑起来 他是撞到天地的主 他不需要 他不受那个东西的控制 他可以改变这一切 可是他决定撑起来再洗一口 我多撑一点 我在实际上为你背负 就是你 就是听到你 你当初 你当初做了这个罪 你那个说那句话 你做了这件事 耶稣在实际上为你背负 就这样 几千次 这样撑开 他简单说 就不是被钉一次的那种痛 是等于是每一次都钉一次的痛 两千次 你有被钉过两千次吗 你被人家钉 也没有钉过两千次好不好 你懂我意思吗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次被 那个牙签穿过脚 痛到爆 你知道吗 那只是牙签穿过脚 牙签那么小根 你知道那个钉着穿过去 会有多痛吗 然后两千次 这就是你的主 这就是主为你受的 所以你不用再拿你的罪 惩罚你自己 因为耶稣已经为你受惩罚了 够不够吗 你告诉我够不够吗 当然够 而且他是神为你承受 不是一个犯罪的人 神为你承受这一切的罪 这是我们的主 主的十字架多么的伟大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带一个十字架在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带着十字架 气念我们的主 你也可以不要带 但是你看到十字架 定进耶稣已经为你做成了这一切荣耀 OK 好 再来十架七言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请念 耶稣大声喊着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这个经文也许我们弟兄姐妹比较熟 耶稣从以前到现在 他的祷告都没有 他都是说 我的父啊 我的父 耶稣都是说 我的父啊 我的父 可是他在这里却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 因为耶稣 他与父神隔离 所以他感受到 他被离弃 而且他没有那个父子 这些亲密的关系 因为罪的关系 他背负我们的罪 耶稣背负我们这一切的罪 所以他只能够称说 我的神 我的神 这个造物主的神 而不是那个亲密的父子关系 所以耶稣为你承受父子关系 在那一刻仿佛断掉一样 只能称我的神 所以你可以称天父我的父 因为一罪不两罚 他为你承受了 不能够称天父为天父 那个亲密的关系 你就可以享受 与天父的那个亲密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神 十字架七言 其中一个重点 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神成就的 好我们继续往下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 请念 因为圣经上有提到 他要吃住什么 儿子的牙酸倒了 那个部分 所以他要成就这个经文 所以他为要使 经上的话应验 你知道吗 他钉在十字架上面 承受那么大的痛苦 他还有办法 他还是掌权的主 他还有办法 我要使经上的话应验 才说我渴了 你有没有办法 你承受痛苦的时候 还可以这么冷静吗 你承受痛苦 那个痛苦 你人生痛苦 我们绝大部分的人 人生碰过最大痛苦 都没有他这个的 十分之一吧 我猜 那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失去理智 你是不是很怎样怎样 可是耶稣却能够定在世界上 我要使经上的话应验 做这些事 因为他仍旧是那位 没有失去控制的主 他就是我们的主 而且他这样 其实我们也可以 越来越像他这样 我们在压力里面 你可以不用承受这一切 你可以在压力里面 在各样的痛苦里面 主啊你经历过 所以你在痛苦里面 你可以得胜 你也帮助我 能够在压力痛苦里面 恐惧害怕里面 不要害怕 然后能够好好的管你 你常常有没有乱了方寸 六神无主过 当你六神无主的时候 耶稣为你做主 当你六亲不认的时候 不要了 好了 六亲不认的时候 不要了 你还是要认耶稣 好不好 六神无主 耶稣为你做主 一切问题不大 耶稣最大 OK 所以你要知道 神仍旧掌王权 而且那个话 真的就成就了 几百年前的 以色列提到的事情 现在就成就了 旧约里面提到 很多耶稣的事情 都成就了 好 再看一个 好 约翰福音19章30节 请念 耶稣尝了那醋 就说成了 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了 耶稣吃掉了那个醋 尝到那个醋 然后就说成了 不是传成了 是成就了的成了 旧约所有一切的东西成就了 新约即将开始了 就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了 OK 所以成就了 新约要开始了 我们进到一个全新的约 因为旧约所有一切的要求 成就了完成了 成了 就把灵魂交付上帝了 你以为这是最后一句话 可能有人就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 好 路加福音23章46节请念 耶稣大声喊着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19章30节 我们读到这里说 将灵魂交付上帝 你以为说成了就死了 对不对 可是你有发现最后说 将灵魂交付上帝 所以呢 他说成了之后低下头 然后事实上 他低下头之后大声的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 因为这边说 他把灵魂交付上帝 他把灵魂交付上帝 就是这句话 我把灵魂交在你的手中 所以他没有冲突 有些人会觉得 有点冲突 没有冲突 约翰就说 他把灵魂交付上帝 他只是没有记下 他说这句话 可是他真的做了这个动作 我把灵魂交给你 所以说了这句话 气就断了 所以十代气的最后一句话 是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如果你有兴趣 你还可以再去我们网站上看 就是那个十字架上 发生什么事 他会演给你看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你背负的那一切 最定罪 诅咒疾病 跟死亡 所以当耶稣基督 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为你复活 你就胜过这一切 他胜过 所以你能够胜过 耶稣把灵魂交给父神 所以没有人夺他的性命 是他自己把灵魂交给父神的 懂吗 他不是被迫的 他自己把灵魂交给父神 他还是掌王权的主 但是他又为你死 了解吗 我们继续往下 这是犹太人的殡葬习俗 好 你可能看到中间这个人 他不是耶稣 但是我们来看几个东西 第一个 他们首先 你的左上角呢 看到有一个人 你可能看不是很清楚 他在用油膏抹这个人 这个遗体 全身用油给他膏抹 好 玛利亚之前做过这件事 好 继续 好 穿上一件最体面的衣服 我们华人也是这样嘛 对不对 最喜欢最体面的衣服 好 再来 全身要用布包起来 然后呢 布跟身体中间 用沉香跟末药这些香料裹好 OK 你知道沉香跟末药 它们是黏黏的 很像 你把它当成就是胶水 因为有一些化妆笔 比较油 比较黏 对不对 可是怎样也没有那么 它其实就是一层 很像类似麦芽糖一样的 油的那种东西 然后呢 在布跟身体之间 因为这样身体还不会臭 用沉香跟末药 然后用布丹包裹好 OK 有一点像是木乃仪 但是没有包到头 包身体 好 OK 再来 头上弄一个果头巾 弄一个弄头的头巾 这是他们的殡葬习俗 OK 好 所以呢 角树为我们死在十架上 然后呢 这在马太福音27章59到60节 不用念我讲 约瑟就取了身体 用干净性麻布裹好 那当然按照习俗都弄好 然后大家 什么尼哥迪姆 他们哥每个人 然后最后就 把耶稣放进了约瑟 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 就是他找在磐石里的 我们去过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 都去过这个地方 对不对 在磐石里面挖了一个墓穴 而且他还特别多挖了 原本是这样 然后你发现他右脚的地方 再挖更深 为什么 因为耶稣比约瑟高 这个地方原本是挖给约瑟 自己死的时候要用的 就很像你先去买灵谷塔一样 他们都会事先预备好 OK 好 然后呢 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 没有用过的哦 新的哦 就是他找在磐石里的 所以呢 约瑟就把他的坟墓 捐出来给耶稣放了 对不对 那约瑟就发了 他旁边的房地产就会涨起来 因为现在大家都去那里玩 好啦 不好笑 就是他招在磐石里的那个地方 OK 然后可是 就应验这件事啊 这个经文来 以赛亚书53章9节 他虽然为行强暴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买 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旁边挂两个恶人一起被带去买 可是死的时候却 葬在财主的坟墓里与财主同葬 这个是最少西元前700 或是800年前写下来 有死海古卷可以证明 真的有写这个东西 耶稣怎么办法先去写 他就是这些细节都完全印证 耶稣就被带进去了 就被带进去了 在这个约瑟的新坟墓与财主同葬 财主的坟墓附近也都财主 因为很贵 好不好 而且这是财主的坟墓 对不对 进去 所以后来耶稣 其实我们时间快一点 耶稣就复活了 然后玛利亚看到 然后他就来跟彼得他们讲 彼得跟那门徒 那门徒是谁 黑衣服是彼得 因为彼得年纪比较大 然后白衣服的是约翰 所以彼得和那门徒 就是彼得跟约翰就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 这是约翰福音20章3节 然后呢 到了那里之后 约翰福音20章6到7节请念 西门彼得就看见细码布 还放在那里 又看见耶稣的果头巾 没有和细码布放在一处 是另在一处卷着 OK 西门彼得跟约翰就去了 他们就看见细码布放在一边 果头巾放在另外一边 除非这是假的 但是当然因为 如果是假的 老早就被推翻了 事实上这是真的 这是约翰写下来的 彼得 你知道马太马可 路加约翰 他们事实上 他们一定都有去采访 彼得 采访相关的人 是你也会嘛 对 写报告都要去问当事人 或什么 如果可以 所以呢 彼得跟约翰 都有他们第一手的证明 说我一跑到坟墓的时候 我就看到 细码布在一边 果头巾在一边 好 OK 比如说我们刚才是不是说 果身体的是用 很焦很焦很焦的那种黏的 什么末药啊 那些东西 香料帮你弄起来 如果你是来偷尸体的人 外面又有罗马兵丁 又有圣殿手绘的人 请问你会 整个身体一起抬走 还是在里面 慢慢慢慢把它解开 然后你还冒一个风险 那些胶那些脸会黏着你 然后你偷过他的身体 然后你自己可能会 卡住逃不走 对不对 你有时间把果头巾放一边 然后身体的细码布 放另外一边 然后解开吗 一定是整具偷走的 对不对 这也就是 他们去研究这些东西 所以光是这件事 就告诉你 耶稣的复活不是 你知道上一个复活 上一个不是 上一个很有名的复活 就是拉撒路的复活 拉撒路就是 这样子裹得出来的 拉撒路是 那个细码布跟果头巾 这样出来 然后耶稣说解开它 懂吗 所以耶稣的复活是 很像 你有看过 蝴蝶从蛹里面出来吗 蛹是不是还留在那里 而且头是不是破了 很像这样 耶稣的心理很像 很像 那个 有一个说法 就是消散 它那个肉体就消失了 然后呢 出来 全新的身体 就很像是 毛毛虫长那么丑 它出来就变那么漂亮的蝴蝶 这就是我们的主啊 光这件事也可以去证明 这个身体没有被偷 而且这是超自然的神迹啊 对不对 当然你可以说 这是他们假造的 那我们就回到 刚才前面的那个问题啊 彼得跟约翰是第一个看见人 这些都是他们假造 然后他们愿意为他们谎言去死 他傻了 他笨 每一个人都马上是求自己的好处 这两个人原本是无学问的小民 他们那么害怕 彼得三字不认主 约翰是有跟在最下面的 但是他们 为什么突然间从 很害怕躲起来 怕被抓 变成大胆放胆 传神的福音 改变世界 那个时候基督徒 才从十二个门徒开始 然后什么 什么多少门徒开始 到现在成为全世界 二十几亿人相信的信仰 全球从以前到现在加起来 上百亿的人相信的信仰 为什么 因为一书真的复活了 这就是你的主 好 所以我们来看 哥和西说二章十二节的情练 你们既受洗 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的功用 决书为我们死了 也为我们复活 所以我们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了 所以因为你的罪也被赦免了 无罪的人是不会被死亡拘禁 所以你可以复活 感谢主 好 所以二章十三节 我们从前在过犯 从前 我们从前在罪里头 我们已经死了 但是神圣明我们现在过犯 从属灵的角度 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罪恶已经死了 然后我们要与耶稣基督 一同未来活过来 有一点你这个身体还是会死 但是你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 永远地活着 然后呢 二章十四节请念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 攻击我们 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把它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 学习在十字架上 又把那一切律法上 什么 小民偷看人家洗澡 这个罪 钉在十字架上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曾经犯过这些罪 你真的最悔改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 涂抹了这律法上 有碍于你的这些字句 把它钉在十字架上 你被赦免了 所以你仇敌 再也不能用这些功告 你不再受罪的挟制 弟兄姐妹们 你不受罪的挟制 你还是有犯罪的能力 我不是说你可以去做这件事 是你有能力做这件事 可是你不受他挟制 你知道差别吗 以前的人 以前你还在罪里面 你不信耶稣的人 那个罪会挟制着你 你不能不犯 可是你信耶稣之后 你慢慢的 越多的知道 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工作 他在天上如何 你在地上也如何 你更多更多的 听正确的福音 恩典的福音 正正的福音 你越听越清楚 把里面洗得干净 圣经上说 神的道会把我们洗干净 所以越洗越干净 你会发现 你根本不受那些罪挟制 你还可以做 但是你不受他挟制 不被他控制 所以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 我们请念 另外一个版本是 仇敌那些执政掌权的 在天上好像很厉害的 那些现在还在 还在这些天公属灵 切二者 那个撒旦二者的势力 他们也可以行一些 他们的神经那些东西 那些的力量 其实已经被耶稣掳来 对基督徒而言 其实这些仇敌 根本就很像是 被掳来的俘虏 被公开示众 而且你可以仗着十字架夸神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纪念耶稣的十字架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你死 然后他之后又为你复活的成就 这就是复活节真正的意思 所以你要不断地知道 十字架已经做成这件事 耶稣的十字架大有能力 你大有盼望 这是复活节你要纪念的 好 让我把眼睛闭起来 其实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死 三天后为我复活 在今天复活节 在这个主日 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复活之日 主要我们也纪念耶稣基督 在逾越节为我们死 你是逾越节的羔羊 主要谢谢你 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 我们现在既然知道 耶稣做成这一切的工作 我们不受罪的挟制 首先天父已经看我们 已经称义 我们是义人 已经看我们成圣 已经看我们完全 然后让我们倚靠神的恩典 更多的听正确的讲道 唱正确的诗歌 相信正确的 然后用正确的恩典的角度 来看圣经 然后洗干净我们里面 那一切的 我们自己思想上的一些错误 让我们活出 我们本来该有的身份 就要帮助我们不再 受仇敌捆绑 那些罪恶 是的你还有能力去做 但是你不受它挟制 你可以胜过 如果你愿意改变 这个罪恶的问题 来到神的面前 主啊我现在有这个问题 你来帮助我 我真的想改变 然后神要兴起环境 来开始帮助你 处理这些事情 你会发现 那个得胜 完全彰显在你生命当中 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复活节 知道耶稣已经做成这一切 还有再一次强调 如果你仍旧在一些软弱里面 不要定自己的罪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 就不定罪了 你是基督徒 你在耶稣基督里 你不定自己的罪 也不定别人的罪 不要定自己的罪 先不定自己的罪 让你能够 从定罪里面出来 你才有能力 看见那一切 神与你同工 来改变那一切 不要定自己的罪 爱人如己 要先爱自己 祝福这里每一位 风神祷告 阿们 好我们来做 很穷宣言 打同心意来念 我相信上帝 拆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留的保险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 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请闭上你的双眼 打开你的双手 领受本周的祝福 主啊向你献上感谢 在这个纪念你复活的 复活节的日子 向你献上感谢 主啊谢谢你在十字架上 做成这些工作 主啊因为你为我的罪死 所以我不用担心 主啊因为你为我又复活了 所以罪再也不能辖制我们 主啊而且未来 我们都要有一个 崭新的身体 荣耀的身体 主啊是的在这个 洪水泛疫之时 在这个瘟疫的时候 主啊你保守我们 主啊给我们智慧跟聪明 主啊是的那个平安来引导 我们让耶稣就有平安 在我们心里面做主 去一些去该去的地方 做你该做的事 但是要防疫 然后不要去一些危险的地方 主啊有些时候不平安 去一些地方 我们就不去 让神来应当我们 包括说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意 我们的生活 主啊我们已经看到 很多的神迹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一些开店的人 反而因为这个疫情 生意更好 无论是开咖啡厅 开早餐店 或是各样的事情 我们已经看见 我们现在让我们的弟兄姐妹 也许你在生意上 在工作上有这样的神迹 主啊你继续来求 主啊给我们这样的 更多的神迹 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在经济上面 在生意上 在工作上面 很像以撒一样 在荒年中有百倍的收成 百倍的收成 有百倍的收成 所以有千倍的收入 祝福我们 继续活在这个恩典里头 保守我们完全的健康 主啊我们再次宣告 白日太阳不伤我们 夜景月亮不害我们 五千灭的毒病 还有那样的瘟疫横行 虽有千人扑倒在我们面前 万人扑倒在我们右边 我们这灾 却不致灵到我们 我们全然健康 做我们该做的事 勤洗手 还有各样的事情 在你的恩典里头 保守我们 做我们的防疫 然后神迹降临 领导我们 保守我们 谢谢主耶稣 引导我们继续的 在这个复活节里面 看见上帝的荣耀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天感通和交通 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弟兄姐妹 听完今天的分享 再来我想邀请你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这是完全没有任何要求 是白白的礼物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闭上你的眼睛 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得到这个美好的祝福 好 要开始了 请把眼睛闭上 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来祝福我 来祝福我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祢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祢赦免我一切的罪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一样 我不再一样 我进入蒙福的人生 我进入蒙福的人生 我要看见美好 我要看见美好 看见丰盛 看见丰盛 看见荣耀 看见荣耀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使我精力超自然 使我精力超自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祢带我回家 谢谢祢带我回家 我现在是有家的人 我现在是有家的人 是有后盾的人 是有后盾的人 是有背景的人 是有背景的人 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神的儿女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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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